施打莫德纳疫苗花力民众相当踊跃 但是对于外界质疑花莲疫苗剩余量过高 县长徐正卫也进行说明 并呼吁中央应该更了解地方施打疫苗不足的情况 了解地方的需求 15号疫情记者会县长徐正卫 秘书长张艺华 卫生局长朱家祥 社会处长陈家富 在记者会当中想详情说明 疫苗接种的施打率及覆盖率 并对于外界质疑花莲线疫苗剩余量过高的情况 所以其实我们在剩下的15820剂 其实在整个平均数里面是剩下非常少 比如说我们服务完 我们右边这边的对象 其实就已经清空了 完全是清零了 所以就没有莫德纳了 所以在这里真会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每一针都非常的重要 而且每一针都算得非常非常的精准 14号的长者疫苗接种 花莲线各乡镇市都超过90%以上 花莲线的疫苗覆盖率已经达到21.5% 中央播给的莫德纳疫苗总共有49,120剂 15号诊所施打长者疫苗之后剩余的10,179剂 截至目前花莲已经有69,330人接种过疫苗 但是7月9号之后中央播了15,820剂 15,820剂 所以如果把它加起来的话 加起来 那总共剩了27,318剂 所以那时候在7月12号 如果这个媒体 这个余量的记录是7月12号的话 那它的余量是59.6% 59.6% 但是我们7月9号接到中央播补15,820剂之后 我们在7月13号、14号做了两全线的大型的接种站 总共接种了15,8585人 那再加上今天早上接种了419人之后 我们莫德纳的疫苗只剩下10,179人 所以7,79剂 所以我们目前整个剩余的记数是只有20.7% 社会处长并说明安心上工 目前总共有1540个缺额 想要了解职缺可以打专线03-824-2057 就业的职缺都可以洽询 最后县长许仁威也再一次呼吁中央 能够给予相亲足够的疫苗进行接种 而18岁以下到12岁的年龄层 更是最重要的一个族群 我想日本1.1亿人 他们准备了5.5亿剂 5倍 韩国5000万人准备了2.5亿剂的新冠肺炎的疫苗 那台湾呢 台湾我们现在以磁剂 还有台积电 以及这个永宁科技 捐赠的 我们把它算进来 15000剂 1500万剂 再加上 美国 日本 捐进来的 已经是 2085万剂了 那我们政府自己买的疫苗 到底在哪里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都在哪里 都在一边 这家里都在哪里 都在哪里 都在哪里 都在哪里